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继续一起聊聊天 说关于曼宁 竟然有这些便衣保安 走去把这个妹妹看错了 误会了 然后一个扯着她的背囊 另一个就箍颈 这样拖行她 返回这个曼宁 叫拖足50米 然后妹妹 这位朋友就给她一张单看 喂 我有单的 有些人就说 幸好有单 这个世界很数码化 一来有店铺的CCTV 二来这位妹妹就用白特通的机器也有记录 就算是收银机 总之有付钱就会找出一个记录 我们最新见到有些报道也说 CID方面有跟进 也有翻查闭路电视的片段 而且也说把这宗案件列为普通集击案 好 我觉得很合理 这样扯人回到店铺 这还不是普通集击吗 但这里是看闭路电视 有没有拍到街上大家争执的时候的画面呢 我认为可能没有拍到也不一定的 这个真的要靠昨天我们的节目也有提到的 就是有位哥哥看到这件事 跟着妹妹就一起去曼宁看看发生什么事 还跟妹妹说可以做她的证人 这里就很关键了 到时哥哥就要去落一份口供 就是当时看到什么的画面 因为到时大家的例是看到 不知道啊 你有你说 然后他又说不是大问题 你又说有箍颈 他只不过摸到你的颈 有证人的口供就会好做很多 另外就是这50米的范围 甚至乎枯颈和扯背囊的开始 或者这两个便衣保安已经兜了油的朋友 究竟是有没有拍到事拍那一刻呢 又要看回店铺的那些CCTV 有没有街上50米的范围那些 拼得回来这里真的要很靠警方 而且这件事在媒体说的这么风传的话 就要去更加认真地组织整件案的案情 我们相信警方都会做到 对于这个叫做便衣保安 我们昨天在节目这样谈谈的时候 也有一些迷思也有一些迷团 话说现在有保安行业 拆解一些我们的迷团 我们不如一起聊聊天 去说究竟那些迷团 我解开了不可以这么自私 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没错了 话说原来这些便衣保安 十几二十年前开始已经有了 我这个我也猜不到 但想心一层其实也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穿便衣的话 你不会影响到其他顾客的体验 如果你的店铺全都穿着制服 你不敢进去 究竟发生什么事 有这么多保安的 有没有必要 但如果他穿便衣的话 让人的感觉就会轻松一点 因为每一个店员或保安员 他们就未必了 连个样子表情还是怎样 人有情绪 也有他的状态会不同 因为我见过有一间的Donkey 可能晚了 我最后就用10点左右的 自助消费的机器 他站在我旁边 好像丧尸 那样看着我 疼命 他好像人 睁着眼睛 但睡着眼睛 好像睁着眼睛 站得很近 这样看着我 我嘟嘟嘟 然后又不知道他想怎样 感觉就不太舒服 例如EON 黄埔那间 有些 案件也发生过 也有相当多的保安 可能会盖在那里 那个感觉 你会觉得真的好像很多人看着你 还有因为你有时拿银包 拿一些责任卡 或其他不同的东西 可能你始终也有一些私隱东西 在银包上 遮住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 左遮右遮 后面可能有一个 我会的 旁边有一个 我不会的 我特意做给你看 我是要遮住 你不要过来 不要看 把背囊拿起来 把背囊掌握住 又不让你看 他可能会觉得你在那里 在那里 那我们回来说 话说 以前来说 出现了一些名店 比较多 我想和大家看法一样 就是想感受会好些 就是不会觉得有个 哇 你是不是有这么多保安 在那里 你是不是在那里 盯着我 你信不过我 那些 那这也是一样 这也是 confirm 了 原来是会这样做的 原来 就说 近年 零售业 人手 就不太搞 店铺方面 再加上 刚才提到 这些自动付钱的机器 即自己去买单 有这些便衣保安 就会更好些 话说 一般时装店 零售店 都有平容 你可能很难想到 Unical 会有很多人去偷 话说 当然 没想过 有些店铺是很开放式的 那个门口 不是固定一个位置的 是整间店铺都开放式 那么开放的店铺 的确是需要找多些人看实的 因为随时有个人 可能根本都没有进去消费 就敢在商场外面 即那间店铺的外面 范围里走过 竟然就顺手拿一件衣服走 是可以这样的 有些店铺是 例如Unical 底衣服 放得方方正正 一包 一页便拿走 话说 这些店铺盗舍 比我们想象中 是更加严重的 原来有专业小偷 偷完这些就要转买 时装店 精品店 就是一些重载区 一间店铺 可能一个月 就不见一百几十件衣服 也不奇怪 这个我不会觉得很特别 会不会是有些店铺 自己的员工是有耐鬼 外面的人就和一个朋友 老友 走个方便给人偷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的安排 但是这样的情况 有都不奇怪 我觉得 如果是的 就精彩了 还说 我们见不见 那个摄氏的万宁分店经理 什么 有保安院 我不知道 便衣保安 为什么他会不知道 原来根据业界所说 真的可能不知道 真的不出奇 他说 特意 特意 可以这么说 这么多店铺 因为你不会每一间都会放一两个保安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对着这些失舍的黑点 然后再放便衣保安 去帮帮忙 所以就未必会通知分店经理 再话说 那这些便衣保安 那他自己站在那里做什么呢 原来 他们真的逗留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有些店员 见他留了这么久 可能会走过去问 有什么帮到你 那时候他才会展露他的身份 如果他时间比较短 或者刚刚开店的时候 他已经进来了 那店铺经理就不知道 这个也很合理 总公司有这样的安排 不用每样东西都要给前线的职员 还有我之前有一节都特别说到 这些便衣保安 不只是看街外人 也可能会看自己的职员 哪个手机不干净 也可以 这些龙女鸡作犯 会不会这样呢 好了 再回来说一下 逗留时间是多少呢 他说 其他店铺也会有人长住 或者会有人长住 如果小店铺可能留三个小时 甚至半天 你可能站在铺多久 就会问他 买什么 我自己看 问一下 问一下 都还在 到最后才知道 显露新闻都不行 好像这些 也有说 什么年纪 就找些 約获40岁的人 左右 去做 跟一般保安 要有保安牌 月薪可能可以到两万元左右 都不行 另一方面 可以说一下 那么勇猛 他们要不要跑费 原来不用的 那就好 你很难跑费 你怎可以计得到 一定有人偷东西 可能一整天都没有拆进来 那你怎样跑费 你是不是随便都要 老屈一个人去拆 不行的 又或者 琴获多少个疑似的人 展露过多少次 你 喂 我是便衣保安 因为怀疑你偷东西 你别走 这样就为之叫做一次 每间店铺要遇到多少次 不过 这些便衣保安 其实也挺好做的 你想想 他进去店铺也不需要叫做展露身份 也没有特定 你在这间店铺要多久 那变相 你蛇王他也不知道 这个也是 没有人看他 对啊 还有我假扮在买东西 或者假扮走店铺 是不是 我看到 有人偷东西 看不到 我就当进去店铺逛逛 量一下冷气 挺过瘾 起码都好做过 坐在大厦那些大堂的保安 或者可能 真的 是啊 为什么呢 刚才我都说了 如果好像EON 有些保安 穿着制服 你一眼就看到他是保安 或者职员症 如果他万一招呼不周 或者有些什么 在夹到你 搞到你 你都投诉他 虽然我不鼓励大家 投诉文化 但是 他造型 甚至乎整个在这里的情况 可能那间店的经理 都会看看这个保安员 究竟做成什么 是这样的 你会给我的感觉 他是有监管和管理 还有那个人 不可以叫他那么轻 如果我是做便衣保安的 那我进去逛街 我要轻 那才是 难道 逛到整个知科特工 那些 那些 不需要 穿街坊装也可以 这个可能就是便衣保安的其中一个好处 不用说 真的要穿着制服 来捉人 又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来工作 所以 他这些贬衣保安 我估计了吞扣的机会 都挺大的 不过我不是说 所有贬衣保安都这么坏的 大部分都很盡责的 没错 提到盡责 就是今次这件事 可能他们是责任心 这两个重到要出手 他可能 超过了 当自己好像 陀枪师姐关永河那些 去捉猜 再说回 其实 有不同的业界人士都说了 就不会又要什么枯颈 又要扯来扯去 就不会这样的 最多 就按住他的手 就是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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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肯定是一定有教员工如何去处理的 无需要去到枯颈 还说没有一间公司会这样做的 除非这个阿妹她昂藏六尺 整个体型好像打排球后排攻击那些高大威猛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 是啊 所以我现在就最想看看 这两名保安会不会被拘捕 还有如果会被拘捕的话 是会以一个什么形式来被拘捕呢 刚才也提到就是普通的襲击 但是又是坏的 他接着就回到店铺的时候 就和阿妹扮朋友 打拖拖拖拖拖错了你 阿妹也有说 不要碰我 我不知道反应和情绪是怎样的 这里我想也会进入镜子 进入镜子的话 到时警方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就会觉得他们不是友好 是啊 都不接受这两个人 都很害怕 就可能会容易些 肉之后事如何 我们就迟些去看看下回分解 今次我们暂时到这里好吗 好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